问你 说什么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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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听着 快去禀行 让老和尚出刺先赢 小和尚 几天没吃东西了 饿坏了吧 看爸爷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了 来 你尝尝 轻着呢 老和尚 你看你的徒弟在吃肉呢 师父 住手 站住 不要动 大师兄 你们真是不吃好人心的 我看他太饿 喂他快肉吃啊 我是怕他饿死啊 放开我师弟 别着急 着急也没什么用 你看看我带来多少人 带来了多少骏马 我要是挥挥手 你们少林寺马上变成废墟 施主 前次就是你来包围少林寺 这次你又带着你的士兵来闹事 不知道我死究竟什么地方招惹了你 嗯 没错 好 就算有什么地方惹到了你 宝纳来向你赔不是 我就是要报上次的仇 这次谁也救不了你们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仇 老和尚 你心里明白有仇没仇 我这回就是要灭了你们少林寺 让你们这些和尚死无葬身之地 请问施主 你来本寺意在何为 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当然认识 这是我的四弟子惠人 他是我手下的败将 你想不想要回他 我当然希望我的弟子 尽快返回本寺 我现在可以给你个出路 和尚 跪下来求我 你们全少林寺和尚 全都放下手中的武器 跪下来求我 也许我就会发个善心 别动 不然的话我就一道心杀了他 跪不跪 你们跪不跪 你欺人太深 有种你拿出真功夫来 好 你有种 我就想听你这句话 我倒要看看你们少林寺的真功夫 好 我先给你过招 算了吧方丈 你的这些徒弟 都是我手下的败将 这样吧 今天我和你过过招 怎么样 今天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二位师傅 请讲 这些徒弟 两位知道这个是什么犬吗 当然是少林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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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少林犬里的什么犬法呢 老和尚 老和尚 来吧 听说你是藏在山中的老虎 潜在水中的蛟龙 我今天倒要见识见识 施主笑话了 老那一心向佛 我说 日夜念经洗心 何来功夫 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少林四方丈不会武功 不过是练一些健身护身的拳脚而已 说 你倒是想不想救你的弟子 这样吧 你们少林四和尚 一个一个给我上 只要有一个人打败我 我就放了他 如果你们输了 那 你们全体就跪下来 怎么样 好 我先来 大果子 你当了和尚剃了头 连脑子都剃坏了吗 难道你忘了 我就是杀你全家的孙霸 本来是你 大果子快跑 好 那咱们老丈心丈一块算 手下背将 来吧 老伙 老伙 你的这个弟子果然有点功夫 你看好了 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 要是我孙霸尸手 灭了他的精明 你可别怪我不够义气 阿弥陀佛 少废话 今天你休想离开少林四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伙 他 大师兄 大师兄你没事吧 大伙子 你真是个笨蛋 你想找我报仇 今天不可以 以后更不可以 你今天看着 你的徒弟是怎么死的 大师兄 大师兄 师父 去 把大师兄扶回来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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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大师兄扶回来了 不 师父 我要和他拼了 会员 听话 师父 听话 方长 你说怎么办 是你自己上来和我决一次雄呢 还是就此跟我跪下 每次我练到这里 就无法再练下去了 你们真的没有练过 没有 没有 你想好了吗 是战还是跪 正败 正败 都是为了争一口气 而这一口气 又都是是非之物 是主又何必如此一争呢 好 那你这个徒弟的性命对你来说也是身外之物了 你是说老纳这一跪能够解除所有的仇恨吗 没错 我就这么认为的 好 如果你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老纳 可以在你面前一跪 跪呀 快跪呀 师父 师父 跪呀 快给我跪着 我来 快踅 快踅 都不要追 让我来 扒 快 Miles 师兄 我来救你 师兄 快走啊 师兄 师兄 放开我 放开我 幻空 不行 好 快走 快走 你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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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来 吃 吃 来 吃 快 来 来 好 小和尚 你往那儿跑 我让你跑 你跑不了了你 往哪儿跑 小和尚 我让你跑 你跑不了了 来来来 我让你跑 小和尚 来呀来呀 你往那儿跑 这回我看你往那儿跑 往那儿跑 我看你往那儿跑 我怎么在里面 这下你死定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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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慧人快快起来吧 你受苦了 你说 你还敢欺负少林寺吗 小兔崽子 把我放了 我放开你干什么 我放开你 你又要干坏事 你输了 就要认输 你快命令你的军队退回去 不再找我们少林寺的麻烦 我怎么输了 你是输给我了 哦 施主 花开花谢 自有天成 弟子们多有不敬 慧空 我 给施主 把绳子解开 师父 解开 我不解 慧人 去 给施主把绳子解开 是 师父 好 哦 施主 施主 如果有什么气的话 就朝老衲身上出 老衲这副肉身 任施主 任意惩罚 请 不要和徒弟们过不去 哦 哦 多谢施主的宽宏大量 救人一命 洪福无边 撤 师父 哦 齐来了 起来吧 师父 慧空 你在干什么呢 是 这几个师兄要闹我的 师父 慧空师兄大智大勇 击败贼人 你应该奖赏他才是 不敢逃赏 慧空你知错吗 错 我犯什么错了 你是不是认为你 比那个贼人的功夫更高啊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会反胜呢 那是因为侥幸 如果你不是侥幸的话 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了 那样一来 为师该多难过啊 是不是 记住 侥幸只会有一次 不会永远有侥幸的 师父 弟子错了 嗯 不过 我今天还要表扬慧空 慧空 你今天打得很勇敢 打得好 今天你可以提出一个愿望 为师可以满足你 两个行不行 行 你说吧 第一个 师父能不能教我一个绝招 行 一会就教你 第二个呢 第二个 师父能不能给我调调床 为什么 大师兄的脚 太臭了 是 看来这个老和尚是不敢出来了 干脆进去把他们逼出来 王爷怎么说的 王爷说我们今天要离请 就是不能动武 要像对待王爷一样 把他请过去 他不出来怎么办 这好办 老和尚 我们王爷请你呢 八台大教都准备好了 带你到陆阳府去享受荣华富贵 你快出来吧 王爷 王爷 都安排好了 飞飞了吗 飞了 人给本王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王爷 他真的想要去 他继续 到夜里 王爷 先祝你了 祝人 王爷 这几个和尚你还满意吗 我还没尝过和尚肉是什么滋味 是素的吗 洛阳王高齐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当今齐王惨无人道 洛阳王的血腥 丝毫不压抑齐王 你拜佛呀 你拜什么佛呀 你拜佛就不死了 你假装仁慈 满守血腥 我不和你这样的人说话 血腥 我血腥 你们想一想 我怎么可以不血腥 我不血腥 我会安生吗 我本来想安安生生的做我的洛阳王 可是当今皇上继位后 他把所有兄弟都杀了 侄子杀了 手段残忍 远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出来 他没有杀我 我是他堂弟 按理说他早就该杀我 为什么不杀我 而且我还是他使军夺位的 马前卒 现在我每天都在等他来杀我 他 他把我逼疯了 他把我逼疯了 我疯了 王爷 先住哪个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 那就要看老和尚会不会来救你们 师父 师父 好 我跟着他们去洛阳 你们在家里都不要轻举妄动 师父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心意与定 在最后劝他一次 走前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我走了以后 一切都要听会员的 他就是我 你们不听他的话 就等于不听我的话 我就不再任你为徒 师父 我和你一块去 不 谁都不要跟我一起去 我一个人去 去的人越多越危险 会员 师父 如果官兵们再次挑衅少林寺 你们不能出手 即使看到 他们要毁掉少林寺 你们也不要动 不过 如果他们要抓你们 你们要赶快的跑 跑到山里 跑到山洞里 但是有一条 切记 不能躲到村子里 不能躲到镇子里 不能躲到老百姓的家里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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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看见少林寺火光冲天了 也不要动 即使看见官兵们把少林寺推倒了 抢走了少林寺的一切东西 你们也不要动 你们最好蒙住自己的眼睛 让他什么也看不见 捂住自己的耳朵 让他什么也听不见 师父 师父 可是我们会问吗 这一切一切 都是身外之物 只有你们自己的生命 是最值得保存的 师父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如果你们听说 你们的师父 不在了 死了 你们不要相信 你们的师父是不会死的 你们的师父总有一天 会重新回来的 和你们重聚于少林寺 重新听到 少林寺想起的庆月 但是 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对你们师父的承诺 当然 我也会尽力 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你们 必须遵守对我的承诺 不许乱动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弟子听见了 听见了 好 现在 我想一个人 走出这座山门 谁都不许送 所有的人 都会经常念经 会员 去吧 听见了 听见了 会哭 会哭 贵公 贵公 师父 我肯定听你的话去念经 我只是想送送你 贵公 贵公 你只能送到这儿了 师父 我送你到山门行吗 不行 只能送到这儿 回去吧 对了 我这里有一封信交给你 你要替我保存三天 记住 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手里有我的信 如果三天之后 为师还没有回来 你就把这封信 交给大师兄会员 听明白了吗 对了 记住 一定要等到第三天 好 好了 你现在就回去 告诉大师兄 领着大家伙 赶快送经 赶快送经吧 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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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长 你的轿在这边呢 走 走 这是你的教育 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王爷 办好了 好 你能把它请来 这是我看见你办成的 唯一没有出纰漏的事情 等着吧 你们唯一能活命的机会 就看老和尚的态度 我看老和尚的态度 帮帐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早知道你会来 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王爷 贫僧不容易想象的那么怕死 王爷进来还在奢粥吗 本王虽然不奢粥了 但是大师来了 我还是会给你一碗粥喝 只是你进了这个门槛 是不是就不用回去了 既然来了 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今天是老朋友相聚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情的 贫僧怕对不起王爷了 有些事情不是勉强就能勉强做得到的 我不会勉强你 如果你想走的话 我马上派人送你回少林寺 真是太好了 希望你能够这样做 我是真心的 真是没有想到 你把功夫练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我送你的心意经 是看到你心中焦躁不定 希望你练此功以后 能够心态平静 能够不再被疑虑所困扰 以至于放弃对名利的追逐 能够使自己的欲望平静 能够真正引到山林当中 引到民间当中 引到偏僻的监视当中 你才能够回到正常的人当中来 那是你呀 你可以我可不可以 我每天都怕他派 吹吹 我每天都怕他派人来杀我 我怎么可以做一个正常人呢 来吧 赶快喝一点清茶吧 哎呀 你别跟我故弄玄虚了 品僧该塑禅诵经了 大师 这是我专门为你设置的一个佛堂 怎么样 还满意吗 阿比托佛 小王就不打扰你静修了 就他一个人来了 就他一个 这就可怕了 他一个人怎么可怕 他带着徒弟来 可表明他还想回去 现在他一个人 可表明他已经做好了不回去的准备 那不更好吗 不回去就是 做好了死的准备 我让你请的客人都请到了吗 南洋王爷 湘洋王爷 幽州王爷 已经请到 陈州王爷 林州王爷 明天就到 军队呢 我总共召集起了十万大军 粮草已经全部准备齐当 只要王爷一声令下 立刻发兵夜城 还有那老和尚 我想他大概不会合作 我要杀杀他的威风 你是说烧了少林寺 不不不 少林寺不能烧 不能烧 你现在去少林寺 说奉方丈的命令 要召集他们的五僧从军 听话的没事 不听话的杀 王爷的意思是 我可以大开杀戒呢 别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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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随便杀几个 到时候方丈就会顺从多了 我报仇的时刻终于到了 bird ม 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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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会听到从夜城传回来的消息 齐王死了 然后我就会发动夜城犯齐王之毒 洛阳王 你为什么非得一条道走到黑呢 当今齐王昏庸无道 你身为他的兄弟 本应该尽言相劝 可是你却乘机抢抢民女 滥杀无辜 为自己扩充后宫 而且你为了自己的私欲 你还要陷天下于大乱 陷百姓于水火 你的良心何在 老朋友 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你讲的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大道理 真正的大道理是 圣者为王 人生在世 不过呼吸之间 你又何必多行不易呢 如果你能够以人政失之于民 你同样可以取得民心 同样可以赢得天下 两军开战 谁不先出手 谁就会死在刀下 有句话 开宫没有回头见 大师兄 大师兄 怎么了 慧光 出藏去了 官兵又杀回来了 来的任何毒 比前两次还多呢 他们到哪儿了 师父交代不过 如果官兵来了 你就各自回自己的家去 离开少林寺 大师兄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师父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就什么时候回来 你进去跟我看看 老板 你也该赞人杀戒了 胖爷 寺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什么 寺里我们搜了一遍 一个人影都没有 到底是躲起来了 还是跑了 胖爷 我们是看见何人们往后山跑了 好 给我追过去 这是你的位置 是国师的位置 聘僧早就说过 出家人不作正位 参见王爷 请起 谢王爷 诸位 知道我今天请你们来 所谓何事吗 辅助王爷 征道王位 那为什么要推举我 做王位呢 世人皆知 当今高阳惨无人道 唯有洛阳王爷 礼善百姓 勤俭质 而且一心向佛 为人慈悲 礼当推为天子 请党无盘 这是天下百姓的呼声 阿弥陀佛 我带人从这边跑上 你跟我走 是 是 今天是地底天呢 今天是第幾天哪 什麼第幾天啊 宗師父下山是算計 今天是第幾天哪 當然是第二天了 怎麼了 昨天算不算一天 昨天只有半天 能算一天嗎 昨天要是不算一天 那今天才是第一天 你算這樣幹什麼 你別管 師父不讓我告訴你 方丈 那些 都是分封各地的王爺將軍 他們擁護我 這就是我的第二支劍 你給我講這麼多幹什麼 你是我的第三支劍 我不能亂用你這支劍 明天 你向大家宣布 說我是菩薩在世 然後為我做一場菩薩出世的法會 到時候天下的人都會相信我 都會歸順我 那我得天下就容易多了 你不是菩薩 有你的支持 我就是菩薩 我不能夠欺騙老百姓 如果我真的是菩薩呢 你不可能 為什麼 你已經糟火入魔 你這樣和佛是不相容的 我得了天下之後 我當了齐王 我會慈代天下恩變四海 王爺 再這樣下去 你會萬劫不復的 趕快回頭吧 否則後悔完以 我從來沒聽說當皇帝會後悔的 苦海無邊 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看來 你真的是不合作了 好 那我也送你一句 回頭是岸 苦海無邊 快跑 快 快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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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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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弟 師弟 大家趕快往後撤 站住 站住 大家注意保护自己 快快 这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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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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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们听着 我无意于杀害你们 我是奉你们方丈的意思 召你们加入王爷的军队 这是王爷给你们的威仪出路 大师兄 跟他们拼了吧 总能冲出一个缺口来 报徐总 听我的就是听师父的 你们派个人出来 咱们谈谈 出了一个人就可以了 大师兄 我跟你去 即使我能够答应 佛也不会答应你的 那我只好给你做个了断 是你自尽呢 还是本王 亲自动手 既然如此 我希望能够与我的徒儿们 再见个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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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你请教个问题 施主请讲 师父千万别转过身 我是个恶人无颜面对师父 因为我从前做的恶太多了 得罪了很多人 现在他们要找我报仇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修以善心皆百种恶 施主 只要你一心向善 你的仇家一定会放过你的 师父是说 仇家一定会放过我喽 阿弥陀佛 师父 你转过身来 死吧 是你 看来你想找我报仇 你忘了你说的话了吗 你是出家人 怎么 念了那么多年的经书 还忘不了从前的冤孽 看来当和尚也是假的 很好 忍着 这才是出家人 那老和尚 就应该交出这样的徒弟来 不许侮辱我师父 侮辱我师父 我可就不客气了 手下败将何以言用 怎么样 我把冠冰服都带来了 你让兄弟们穿上服装吧 没有师父的话我们不会换的 好 你就好好地想一想 想好了让你的兄弟们换上服装 这样他们就可以走出这山谷 如果不穿的话 他们今天是走不出去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们 不是我逼你们 这是王爷的意思 如果是我的话 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的给斩了 难道 难道您就不能改邪从善吗 从善 大狗子 你是善人 我是恶人 你呢 能一辈子做善人吗 我能 做善人可是要忍的 你能忍吗 我能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能忍吗 我能 好 那你就坐在这个石头上面念经 一直念到天黑 我就把你的兄弟给放了 怎么样 你能忍吗 我能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不能走下这块石头 你能忍吗 我能 请 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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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想清楚没有 那不是你师父吗 快让你师父救你 快啊 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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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迷途之法 朕不要你废话 朕不相信 我不能取得天下 来 先给我煮了这个脏脏的 走 走 小娥 外面是你大哥 大狗子 不过 你别高兴得太早 他是个大草包 从前是 现在也是 他救不了你 他不敢走下这块石头 只要走下来 他就死定了 我要让他亲眼看着 我是怎么欺负你的 孙霸 你死了是要进十八层地狱的 地狱 不要说我不相信有地狱 就是有地狱 那也是死后的事了 我不在乎 孙霸 我就是到了英曹地府 也要变成厉鬼来找你索命 为了皇帝选美 我吃了多少苦涂 眼看着美女 一个个地送给了别人 先是皇帝 后是王爷 我孙霸 我孙霸一个都没享受过 我就看上你了 我也要像皇帝和王爷一样 享受你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 叫我 叫我 让大狗子听听 叫我 大狗子 孙霸 你这个恶霸 你不得好死 你让霸爷我享受一回 我就是死了 也不亏了 高齐 高齐 洛阳王 不是 万岁爷 我的万岁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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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叫花子 常年不洗澡 身上脏得很 脏得很 再说 我爱出汗 一出汗 我就爱放屁 不停地放屁 别 别让我坏了你的一锅好汤 快放了他 再说了 吃东西不是讲究一个色香味吗 色香味俱佳 吃起来才好吃吗 我这个人皮糙肉嫩的 一煮熟就化了 根本就捞不上来 猪也是白煮 嗯 实在是 不愿意坏了大家的胃口 别这么没出息 对 你讲的对 想不到小小年纪 那么会吃 你夸奖了 乞丐 不就是会吃吗 那就煮那个 个头大的 肉厚的 高齐 你丧心病狂 果报就在眼前 这 朕的果报 你们是见不到的 小鹅 小鹅 住手 哥 大狗子 你终于忍不住了吧 放开我妹妹 你怎么不忍了 你怎么不善了 成鹅一邪 本身就是行善 那你和你的兄弟 就走不出这山谷咯 把我妹妹放了 好 有两条 一 回到那块石头上去念经 二 你就过来吧 好妹妹放了 你 几日不见 功夫健长 我今天要杀了你 为我死期的父母报仇 没想到你的舔头功这么厉害 小子 看我怎么是扁胆 看我怎么是扁胆 哥 哥 哥 大狗子 你不是要找我报仇吗 来呀 我给你拼啊 你这只大笨狗 大师 你的徒弟要先走一步了 你不给他念念经 苟且 多行不义必自毙 行义 我掌权之后我就行义 你连自己的弟子都救不了 如何普渡众生啊 其实你只要对我说菩萨保佑 也就是承认我是在世菩萨 我就能保佑他们 你说 是你的这个信念重要 还是他们的性命重要 我要让你看着 你哥哥今天是怎么死的 你哥哥是只大笨狗 他是大笨狗 哥 我给你们拼了 你哥哥是只大笨狗 他是大笨狗 哥 我给你们拼了 我 这 去哪儿啊 这是后山上 天亮了 嗯 亮了 是第三天了 什 什么第三天 师父有言 师父说让我在第三天 必须把信交给大师兄 大师兄呢 大师兄去跟他们谈判了 那怎么办啊 师父说让我第三天 必须交给大师兄 这 你 笨蛋 不啊 好 快 快 走 differenti 快 走 慧公 如果大师兄不在 我是不是最有资格看这封信 师父我没说让你看 只说让大师兄看 如果大师兄不在 不就误事了 对不对 让我看看 师父让我们打出去 真的 快 师弟们 师父说让我们冲出去 师弟们 冲 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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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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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送你一程吧 我抓他手 我還以為來了個什麼武林高手 原來是我的手下敗將 孫爸 還望你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成佛 老子殺人如馬 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成佛 不許你對我師兄動粗 不然我對你不客氣 灰空 你來幹什麼 來幫你 今天 我送你上膝堅持吧 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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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吧 休得無礼 嗯 回宮 上 呀 哥 哥 你要小心啊 大师兄 啼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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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我当年出家练武就是为了找你报仇 可是后来佛告诉我说仇是不能终止的 于是我就打消了报仇的欲望 可是现在你非要逼我报仇不可 你越是想杀了我 越是杀不了我不是吗 本性是佛 无念为宗 顿悟成佛 佛能帮你打赢我吗 好 我成全你 是 孙爸 今天我要为我死去的父母报仇 我 师弟们 你们还不知道我背着多大的仇恨 但是 在我没有出家之前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奴户 当时 民不了生 中一口博地无法呼口 于是我就在山外开着积木地 到了秋收市 他们 他们就突然闯进来了 你把东西划给我们 把东西划给我们 把东西划给我们 我们怎么活呀 我被你们打走了怎么活呀 划给我们 东西划给我们 划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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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拼了 你们干什么 斩草树根 别让她跑了 哥哥快跑 哥哥快跑 爹 娘 鬼 当年 我无处可去 就把女幼的妹妹 托付给邻居家抚养 我置身进了少林寺 是可多年 孙爸 你还不肯放过我们 现在 又抢了小和 父母的血债 我能饶过你吗 你哭什么 我突然想起 我还有个儿子 刚刚满月 你杀了我 就等于杀了我们一家三口 我知道错了 你是朱家人 就放放慈悲 饶了我吧 作恶多端 胡心玩意 不完 不完 我们不是有句话叫做 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吗 就算我儿子 叫醒能活下来 他将来一定会再找你报仇的 哥 他既还有个满月的孩子 就 就饶了他吧 小王 小王 想当年 我也是小小年纪 就没有了父母 好在我还有你 现在杀了他 我们的父母也不能再生了 只要他答应 不再胡作非为 就放了他吧 我发誓 我知道罪恶多端 今后 我连一个蚂蚁都不伤害 你饶了我吧 你 别过来 不然我就杀了他 放了大师兄 四师弟 五师弟 小鹅 我和孙爸的仇恨 就由我来了吧 孙妈 你放了他 我是大师兄 都挺我的 退下 孙妈 我们可以不杀你 但这天要杀你 地要灭你 不杀你 这天下的百姓 能放过你吗 哥 哥 我给你拼了 妈 我给你拼了 你 你快喝 阿弥陀佛 哥 哥 仇人 哥 我们的仇人死了 我 我们终于报仇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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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这是师父给你的信 师父说他 如果三天不回 必有大难 让我们立刻下山 到罗阳王府去找他